哈喽,大家好,欢迎回答我的频道,我是酱酱 今天的视频呢,是关于一个大家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主题 就是爱马仕开箱 是的,我拿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只爱马仕的coilabag 那么大家肯定很关心你是如何拿到这一只包包的 你的历史有多长,然后你的配比是怎么样 那我今天呢,都会在这个视频当中详细的跟大家讲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稍稍来讲一下这只包包 就是我是去年9月份刚刚入的坑 购买的第一个商品就是他们家A群的那个凉鞋 然后呢,直到今年的7月3号我拿到了第一只coilabag 根据这个时间的长短呢,我觉得不长也不短 因为小红书上有些呢,就是可能配的一点点他就拿到了包 有些呢,他可能等老半天他也没拿到包 所以说这个长度呢,我就觉得自己大家心里评估吧 就长短怎么样,我自己就觉得还好 然后呢,其实每一个周,每一家店他拿包的难易程度呢 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我在达拉斯,然后我们这家店其实挺卷的,拿包非常难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其实配的比我多 或者他已经是爱马仕的老顾客了 其实他拿到的颜色啊,包款啊 其实也不一定是他心中最喜欢的那一款 就是好包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拿 那么今天这只包包呢 我给他的评价是85分 在我心目当中 综合我整一个拿包的经历 还有我自己觉得配比的比例 还有一些就是他的颜色啊 形状啊,各种样子啊 Overall,我就给他了85分 那好,我们先废话不多说 大家肯定很好奇这只包包 看完包包呢,我们再来讲一下 关于这只包包的背后的故事 好 这就是一个纵数期待的开箱 现在包包就在里面 现在拿出这只包包的时候呢 我稍微讲一讲 就是当时呢,Sales就给我发了条短信 他就说我有一些东西给你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然后我就说,可能就是我前段时间 order的鞋子吧 因为我觉得拿包不太可能 因为他每一次都跟我说 逼病啊,你要再等等啊 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一大堆的 所以拿包的那一天呢 我都不知道自己会拿到包 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在我面前 打开了这个袋子 然后就拿出了这只包包 就是这一只 那么这只包包呢 它是Kelly 28 然后是Biscuit这个颜色 饼干色 然后它是金扣 它的皮质呢,是TC皮 所以我当时拿开的时候呢 我当时,当下以为是金钟 后来拍奥布斯,它是饼干色 因为我心里就是觉得金钟 真的是决绝子 但是作为第一只包 没有拿到金钟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 就接下去呢,再努力吧 看看能不能拿到金刚色 然后这只包包它的大小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刚刚好 我是1米67 然后大概105斤到110斤 然后平时呢,我是一个比较焦虑的人 我会放很多东西在包里 所以这只包包的大小 我觉得是完全OK的 那么这只包包呢 我现在想来讲一讲 对它的第一印象 那么Biscuit它这个颜色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比图 它跟金钟还是不一样 它是比较偏那种姜黄的调子 然后我当时跟Sales说的非常清楚 我是个人非常非常喜欢金色的 但是如果你有金刚色配银扣的话呢 我也可以看一下 但我更喜欢的是金扣 所以呢,它基本上是符合我的要求的 那么现在呢 我现在给大家先来看一下这只包包 这个包包呢 它现在是这样打开 就其实大家对这个包包的包型啊 怎么用啊 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 只要作为一个爱马仕的咪 就每一次打开 依然是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开心 就拿出来那一刹那 真的简直就是觉得 哇,我也会拥有爱马仕的包包 简直就不敢相信 所以说拆掉了以后呢 包包就是这样 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里面呢 我放了一个就是 这个insert在里面 就是撑一下包型 然后包包总体来说 你就长这样 然后一般来说呢 大家就说Kelly呢 它就是不是会扣得很紧的 它就稍微这样子 把这两根绑在这边 然后扣一下 就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可以了 不需要就是每一次都要把 每一个扣子扣得非常完美 那不可能因为经常会捞东西吗 次呢,它就是附有这样子一个锁 大家都非常了解的锁 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挂上去 但我现在不想挂 因为我现在想给大家 完整地看一下这个包 其次呢,它就是 Kelly它不同意Burkin 它就是有一个肩带 就这个肩带 然后我非常满意这个肩带 因为它这个肩带对我来讲 背起来不长 它也不短 就我挺喜欢 肩带装上去呢 它现在就长这样 真的非常好看 其实大家就是单独看这只包呢 会觉得它的颗粒感啊 什么质感都非常好 其实当时我在试这只包包的时候 决定一定要拿 它的原因是当下我去拿包的时候呢 我背着一只Chanel的包包 然后左边背一只Chanel的包包 右边背一只爱马仕的包包 瞬间爱马仕这个质感就 爱马仕这个质感就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它的质感真的比Chanel好很多 就是我当下背的那只包包 就真的好很多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它 然后我也呢 给它配了一个非常可爱的Twilly 非常可爱 然后这只包包我真的拿得非常非常的满意 然后它背起来其实肩带也不会特别长 因为我就 我之前跟大家讲我是1米67嘛 这个肩带背起来我觉得完全OK 然后背上去也非常好看 非常旗帜 然后它的颜色呢 其实是比较适合秋冬的 它的大小也是更适合秋冬的 所以这只包包就是 我觉得我秋冬用的会比较多 春夏可能 希望可以拿到以后 去拿到一只很可爱的包包 可以适合春夏 那好 大家已经看过这只包包的全貌了 接下去我就想要讲一下 关于这个包包的故事 那我自己也在手机里呢 记录了一些我自己想要讲的点 首先就是配货的时间 那像我刚才讲的 我是去年9月到今年7月 所以大概就是10个月左右 然后拿到的quarterback 对我来讲就是不长不短 然后根据达拉斯这个情况呢 也是不长不短 下面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 就是配货金额 那么配货金额呢 之前我有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 我放在这边 是关于康康拿康康这个包包的 那在我们达拉斯这边呢 它康康不属于quarterback 所以呢 就是拿完康康之前的那些配货 加上我去拿康康那天 所以呢 就是康康之前所有的配货呢 我已经在那个视频里面讲过了 大概好像是1比1.34 这样子我也没有印象了 就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 就是那个配比 加上我后来就是为了催包嘛 又去逛了一下 总共我觉得我的包包拿到 是接近1比2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讲 你1比2你才拿到一个凯莉 28真的不值 真的不是这样的 有些地方真的非常难拿包 而且还要根据你的Sales 我Sales的经验是三年 所以我觉得它也不是那种超级senior 我觉得它属于那种还不错 所以能拿到一只包包已经很好了 跟我同时入坑的姐妹们 很多也没有拿到包 但是跟我同时入坑的 有一些姐妹在弗罗里达 或者是在纽约的 她已经拿到两个quarterback 所以这些都是每个Sales 每个地区 然后你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 大家只要紧做参考就可以 真的不要太上纲上线 去刻意要求 就自己要跟谁是谁一样 就不太可能 好这就是我的配货金额 大概是1比2 除去所有的皮具包包这样子 我的皮具 我好像买的就是那几只包吧 然后再加一个钱包 就接近1比1.2 1比1.89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大家可以猜好 有些小东西 我真的也不记得我买的什么 所以可能就是 也没有列得很清楚 但大概是这样 大家心理有数就好了 然后下面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皮质 那我这个皮呢 不是最有名的那个togo皮 它是TC皮 那TC皮跟togo皮 其实我觉得肉眼看起来 远远的看 其实我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但是呢 根据小红书 根据专业人士讲 就是togo皮比它 更加硬挺一点 然后更加保值一些 然后颗粒感更加小一点 那么这个TC皮呢 它更加软 它垂垂感比较重 然后颗粒感大一点 所以这个皮 可能就是排在togo后面 但是TC皮还是不错的 就放在这个 Kelley啊 Bergin上面 还是OK的 接下去呢 再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这个拿包的故事 那好 我就来讲这个拿包的故事 我刚刚提了 这只包是 100分里面85分 原因呢 第一点就是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入坑是很晚的 所以喜欢爱马仕 就是才去年开始 所以对于很多 就是比较忠贞的顾客来讲呢 我属于就是一个Rocky 就是只是刚刚入 所以说想拿到 特别特别好的包 最好的包 肯定也排不到我 其次 第二点是 我觉得我跟我这个 Sales在一起合作 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他个人非常好 反正至少是我感觉到 非常好 可能他心里想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就他每一次呢 就是我会发短信 他都很热情的会回我 然后基本上都是 当天就会回我 然后他也会跟我直说 为什么我后面呢 又会加一些配货呢 是因为他跟我讲 从我的profile看 我还差这样三四千块钱 他真的就这么讲 可能他是无意当中就聊太欢了 讲出来的 所以呢 我买完那个康康以后 第二次入店 我就买了一个宝宝的毛毯 跟一件裙子 就是康康视频里面穿的那条裙子 所以加起来大概三四千美金这样 所以总额加起来就接近一比二 然后我当时是怀着大肚子 也因为这个原因 去跟Sales提 就说哎呀 我想要一个push gift 我生完孩子就很长时间都不能够了 我真的非常想要有包啊 这个宝宝就是一个女孩啊 我将来可以把包传承给他 反正巴拉巴拉拉 讲了一大堆句话 有的没的 然后呢 他就说我尽力我尽力 然后他那天发短信给我以后 我就去店里了 其实拿到他拿出这个包包来的那一刻 我就说实话跟大家讲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不知道要不要拿 我想要冷静一下 我当时真的是想 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懵 因为首先呢 他是TC皮 我想拿Togo皮 其次呢 我想拿金棕 我觉得这个biscuit有点 就是感觉没有那么保值 我就觉得我是想拿更多 就我想拿更好的包 然后就跟他讲 如果我不要这一只 可不可以拿到Kelly二十五 他说他不确定 然后我就说你们让我冷静一下 我出去买一个咖啡这样子 然后他就好没关系啊 你只要下个礼拜一之前 告诉我你要跟不要都没关系 然后我就出去了 我给我姐妹发短信 然后我给那个 我老公讲 然后我老公当时陪我 他就说随便你啊 你喜欢就拿 其实我心里是很喜欢的 但我就觉得 哎呀 怎么他就不是Kelly二十五呢 然后呢 后来Sales跟我讲 他说其实你以后 会有做special order这个机会的嘛 你做special order的时候 你可以做Kelly二十五 所以说你终究会拿到 也是Kelly二十五 后来我想也是 而且我就觉得 当时那么难拿包 如果放弃一只包 真的想要再拿到更好的包 你肯定得加点配合 我就觉得那也不值 然后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 而且我马上生孩子 所以我就拿下了这只包 就当时真的是 又有点兴奋 又有点担心 但最后拿下这只包 我还是觉得非常满意的 这就是拿包的故事 也非常奇葩 我还出去溜了一圈 再回去拿的包 这就是这个包包 然后看一下下面在讲什么 好 然后讲完这个包包以后呢 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这个爱马仕的行路历程 就这是我第一只Quala Bag 其实我现在已经在进行 拿第二只Quala Bag的路上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第二只呢 我已经非常明确的 跟Sales讲 我要Burking 25 颜色呢 我要金刚色 但是我有一个颜色 非常喜欢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灰啊 西气灰 对西气灰 我非常喜欢那个颜色 然后我说 如果有西气灰的话 我非常想要 就是金刚色加西气灰 和所有一些 就是跟金刚色 比较接近的颜色 我还很想要 因为我就觉得 非常有气质 然后我第一只Burking 我比较想要拿 Togo皮的 然后我也跟他讲 然后我比较偏向于金口 因为我个人气质 跟金比较配 跟银就是不特别搭 但是黑银我也可以接受 我心里是这样想 也可以接受 但是就看他给我什么 然后我对自己的要求 是我不想要 就是盲目的配货了 所以呢 我就 就是把每一笔账都记下来 然后每一单 我都要用到 自己真正会用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这一次 把所有东西记下来以后 发现 我就是目前配笔呢 大概是1比1.5 然后我就想暂停在这里 然后想等一等 看他什么一个态度 如果Sales对我很热情 觉得我会有包呢 我就拿 如果还不会呢 我年底会在圣诞节的时候 给亲朋好友 买礼物的时候 再去配一点 但我不想要自己 盲目的过分的配货 因为我觉得那样子 逼自己买东西 也是很不好 所以等待下一只包包呢 拿到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啦 这就是基本上 我这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拿包的经历 然后呢 其实大家想要知道更多 我配了什么货呢 可以去看我上一次 拿康康的视频 因为我不想再重复的讲 然后今天呢 也主要是想要给大家 展示这只包为重 其次呢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拿到这只包包以后呢 我就跟我的Sales讲 我想要一只 跟这个包包非常配的小马 如果你看到呢 就要记得给我 然后呢 他就在上次 就前天我去配货的时候呢 他就给我了一只 跟这个包包非常相似的 颜色的一个小马 然后他也比较少见 他不是我要的小飞马 他当时给我拿出来 还有另外一只橘黄色的小飞马 我觉得跟我的包不配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当当 就是这只小马 是不是跟我的包包非常搭 然后这只包包呢 就是可以跟这个小马搭 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后小马戴上去呢 现在就长这样 我觉得跟我这只包包的颜色 非常的搭 就他给我另外的颜色 我都觉得不是很搭 我就非常喜欢 然后他这里还有一点点特殊皮质 不知道是什么皮 但是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东西太多呢 可以把这个推理拿掉 或者是绑袋 把这个绑袋放在后面也可以 这样的话 就会显得简单很多 然后总而言之 我对这只包包真的是非常的满意 然后非常喜欢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然后越摸皮质越顺 就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对包包要求很高的人 其实你就是尽量少买一些 乱七八糟的包包 然后把钱投到爱马仕里面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时间 就是去跟爱马仕的 sells这样周旋的呢 其实我也蛮推荐 你就直接跟一些比较信任的代购 或者是朋友买的 我觉得也是很合算的 就真正你人生当中 拥有几只爱马仕的包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在你经济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就是还是蛮有必要 因为真的比较好看 然后我自己的目标呢 就是也跟大家直说 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说 要拿到什么特别好的包 没有 就是我自己的目标 就希望有一个Birkin 然后有个Kelly 然后后面呢就随缘了 如果能做到Special Order呢 我也会再做一个 可能自己喜欢的 Mini Kelly啊什么的 但是就是狂拿包呢 我也不可能 就是现在有两个吧 它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 但是我个人呢 还是很喜欢 就这样有一两只 我就觉得 有时候背出去的时候 还会让自己蛮开心的 那好啦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就觉得我自己 可能讲的有点语文伦次 因为就是 其实这个经验 也蛮幻觉的 然后我自己也不是什么 爱马仕大神 能讲出来的一些故事呢 也比较简单 但是呢 我觉得 嗯 最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就是要有耐心 然后要懂得 什么是最适合自己 什么是不适合自己 其实有些特别不适合自己的包 你真的可以拒绝 没有关系 然后等到自己最想要的包包 然后在跟Sales 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也不要太过于急功近利 就经常发展心点 给它 给它压力啊 因为其实说实话 他们也很想专你的commission啊 他们也很想卖东西给你啊 可是很多东西就是 他们公司的一个文化 跟一些Sales 跟Sales之间的竞争 就是能不能给你 还是要随缘了 所以你自己 也就是要有耐心的等待 其次呢 就是不要随大流 就像小红书啊 或者是一些视频上讲 这个包包最好看 一定要金金 一定要什么大象灰 这样没有 你真的要去试过 你才知道 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颜色 就是我当时试过一个包包 就是中间 它offer给我一个mini evelyn 它也offer给我一个her bag 我背起来就 巨不好看 就它给我那颜色 衬得特别不好看 可能换个颜色会好 但是我就背起来 特别没有质感 就我个人非常不适合 很休闲的包包 我比较适合正式一点 女性化一点的 所以我就不想再拿 那些乱七八糟的包包 想直接就是 下一只包包 就是拿我想要的Burkin 25 然后我也不想要 委屈求全 就它给我Burkin 30 或者别的 我不想要的颜色 我都会勇敢的拒绝掉 然后直到等到 我自己想要那只包包 因为花了那么多钱 就是要买到 自己最喜欢的那只包包 那好了 这是我给大家 就是我入坑一年以后 给大家的经验 就是耐心等待 跟Sales和平相处 然后把配合的过程 当做成一种享受的过程 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然后自己知道 自己真正什么包适合自己 然后再摆 这样的话 你就在整一个过程当中 会比较愉悦一点 不会压力特别大 那好啦 那如果喜欢我 今天视频的朋友呢 就要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喜欢本人的话呢 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